卧槽 天上居然掉美女 这比三十六地还大呀 此时黄氏手等人急匆匆赶来 齐大师 这是小女黄情歌 因为病情加重 从九十九楼一跃而下 还请齐大师医治 好 先上去吧 不然我的手就要骨折了 说完来到黄情歌的房间 只见一个男人就到了黄情歌针灸之了 不愧是大名鼎鼎的杰克逊 一针就让妹妹回归平坦 这才是真本事 住手 你再这样下指会害死她 加重她的心定存 自杀倾向郁家强烈 哪里来的江湖骗子 本大爷吃过的盐比你吃的饭还多 敢在这指手画脚 信齐的 你没本事就算了 可不要拿黄小姐的性命开玩笑 在这里哗众取宠 齐等贤 你个小小玉井在这口出狂言 信不信我打断你双腿 我小妹的命比你金贵了一百倍 如果她有个三长两短 我拿你全家来陪葬 爸 你打我干什么 我打逼就是你 敢对齐大师不敬 信不信我灭了你 来人 把这个杰克逊拉出去喂狗 话音刚落 几个宝镖竟然将杰克逊拖了出去 齐大师 你大人不计小人过 还请你高抬贵手帮忙治好小女的病 既然黄石手这么信任我 我定不负重望 秦哥 你好些了吗 爸爸 我刚刚梦到妈妈了 妈妈她没有责怪我 而是让我好好活下去 珍惜现在的生活 保护好家庭 小妹 妈妈不会怪你的 你是她最疼的人 她怎么会怪你呢 怎么可能 这个齐等贤到底什么来头 连你国杰克逊都医治不好的病 她竟然一会就治好了 齐大师 真的太感谢你了 这是三千万 还请你笑纳 我听说乔家在张氏地产当中 投了好几千万 而且张氏地产已经卷钱跑路了 是啊 我劝过他们 但他们不听劝 那乔家也算是因祸得福了 我这里给你透露一个重大利好消息 省里将对张氏留下的地皮杀人傲 进行重点开发 打造成大型商业特区 难怪政商不分家 有了秘密的政策照顾 想要发家致富 简直不要太简单 一阵寒暄过后 二当家回到乔家 却发现一大堆人指着乔丘梦笛子骂 我也不知道会变成这样的呀 我投入了两千万 却只拿到了杀人傲的地皮抵押 这是要发横财呀 你个白眼狼 现在还幸灾乐祸上了是吧 乔姨 杀人傲这块地是张氏地产 用来抵押的主要条件 现在这块地的大部分地皮 就落在我们的手里了 可不就是发财了 你他妈是傻子吧 新世纪那边的地财叫寸土寸金 拿到了才叫发横财 杀人傲这种不毛之地 你跟我说发财了 我得到消息 这块地会被重点开发的 咱们的确是发财 你少在这演戏了 你个小小的狱警 你以为你是谁啊 你说开发哪就开发哪里啊 既然你们不信 不如把张氏地产 给你们的合同拿出来 我全部原价收购 哈哈哈哈 你一个月工资还没五千的狱警 居然说要收购大家的合同 开什么玩笑 这么多合同起码价三千万 可笑可笑 没点本事 还想英雄就没 我看你就是个废物 狗熊都不配 我能拿出这笔钱 你们想要钱的 就别吵吵 不然小爷不高兴 一分钱也不给 真是笑话 你要是拿得出 购买大家合同的这些钱来 我乔清宇 当场管你叫爸爸 好 这可是你说的 不仅要叫爸爸 还要学狗叫 把你们的合同都拿出来吧 我原价收购 说完 二当家就倒出一大堆现金 在场的人都露出惊讶的表情 这是三千万 把你们的合同都拿出来吧 我原价收购 乔清宇 现在该你跪下学狗叫 和叫我一声爸爸 爸爸 乔丘梦 今天算你运气好 乔丘梦看着这一幕感激涕零 没想到最后 居然是他最看不起的 齐等贤 帮他解决了麻烦 等贤啊 我们家里还有三千多万的合同呢 要不你也一块收购了吧 你闭嘴 等贤帮我解决了麻烦 已经亏了好多钱了 你怎么还忍心继续坑他 庞仪 我收购了亲戚们的合同 手里已经没钱了 你真是个没出息的东西 有这么多钱也不知道献给家里 齐等贤 你不要觉得你帮了我 我就会以身相许 我以后会把钱还你的 秋梦 今晚像是集团要举办一场晚宴 你带着等贤一块去 让他见见世面 看看中海的顶尖人物 不要丢我的脸就行 梦梦 你可算是来了 今天来了好多大人物呢 是啊 你来得可比我早呢 那不是林晚秋吗 真的是他呀 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 他摇身一变成为了大明星 刚好你们乔氏缺一个代言人 你可以找他呀 而且我们又是同学 他多半不会拒绝的 好 那我去试试看 晚秋 我们乔氏集团正好缺一个形象代言人 我觉得你无疑是最合适的人选 呵呵 你是什么新鲜萝卜皮 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 找我合作的都是顶尖企业 我这样的咖位 你也配我做你乔氏的代言人 你 臭三八 就你前奥后别的模样 找你是看得起你 真是不知好歹 呸 死八婆 居然敢骂我 跟你这种人当同学 真是耻辱 听说你最近还沦落到 嫁给一个小玉井 林晚秋 你太过分了 红了以后就膨胀了是吗 连老同学都要欺负 我就欺负他怎么了 你咬我啊 有本事他就像像总一样牛逼啊 那我马上跪舔他 你还真的不配跪舔秋梦 你就是那个玉井 还真是人如其名 简直就是个废物 你必须为你的言行而负责 我给你个机会 乖乖到乔氏集团 去把代言的合同给签了 然后老老实实给秋梦道歉 你算什么东西 竟然要我给他道歉 林小姐可是由黑龙商会的赵会长 一手扶持起来的人 他敢用黑道手段来威胁林小姐 林小姐回头就能教他怎么做人 傻逼 我现在也给你的机会 跪下把我的鞋子舔干净 然后像狗一样爬出去 否则我会让乔氏三天内彻底破产 你敢打我 你居然敢打我 我要让你身败名裂 要让乔氏集团破产 就凭你 还真的不配啊 像副总 我在你们的晚夜上被人打了 你快过来为我主持公道啊 哼 等会你们就知道死字怎么写了 像哥 你看我的脸都被这个杂种给打种了 他站着有乔氏集团给他撑腰 就逼我去给乔氏集团免费做代言拍广告 我不答应 他就直接动手打我 还说什么 像是集团不敢拿他怎么样 就连像宗秦小姐都要仰仗他 好大的狗胆 臭小子 你给我跪下 傻逼 狗东西 你说什么 我还以为你听不懂人话 在这里 我说的话 就是法就是理 林小姐就算是 把你的手脚砍断 你也应该感恩戴德的 跪下来感谢他 现在你赶紧跪下自裁 自断双手 向林小姐认错赔罪 看来你还真的是个傻逼 跟这个林婉秋是一丘之合 给我站稳 刚刚你怎么打滴林小姐 我就怎么还给你 傻逼 还你妈那还 你不愿意讲道理正好 因为我也是个不是很喜欢讲道理的人 能动手的事情干嘛要避避呢 你完了 你这样一巴掌拍死了向副总 就此你死定了 此时向东秦走了过来 怎么回事 我在叫他们怎么讲道理 但是他们都不想当乖孩子呢 这场晚宴是我举办的 我知道啊 但别人骑在我头上拉屎拉尿 欺负我老婆 我不能视而不见 向总 你不要听这个小逼三乱说 是他先动手的 我不想和这种垃圾争辩 从即刻起 向市集团终止与林婉秋小姐的一切合作项目 并且会通报向市集团的所有合作伙伴 对林小姐进行封杀 齐等贤 你给我记着 我回头就找赵会长收拾你 赵会长弄死你一个向市集团的安全部副部长 肯定没问题 向东秦也绝对不会为了你 跟黑龙商会这种庞然大物翻脸 他保不住你 好啊 我等着 你又发什么疯 就是因为你昨天打了林婉秋 我这个总裁的职务 就要让给别人了 你个疯婆娘有干什么 我可是你男人 老是被你欺负粉丝都说我是全网做窝囊的失散 都是因为你 昨天打了林婉秋 他动用关系让河 我们集团有合作关系的艺人都解约了 公司就要破产了 就这点小事 我抬手就可以解决 真的吗 当然 不过我们在一起这么久你都没有交过作业 我心情不佳 那你想要怎么样 我要你陪我一起摘草莓 喝奶茶 吃烤肠 你们可真不害骚 瞧瞧孟 我们和林小姐沟通过了 只要把你送在他门前跪个三天三夜就给我们一个机会 上 把他们都绑了 我看谁敢 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 我们不敢 不用管他 他要是敢阻拦 直接废掉 什么玩意 我的老婆也敢欺负 齐等贤 你竟然敢阻挠我们乔家的决策 我要让爷爷将乔秋梦逐出乔家 这件事我会解决 秋梦 我们去找林婉秋 指不 你们是什么人 我是乔秋梦 今天特意来给林小姐道歉的 你就是昨天惹恼了林小姐的乔秋梦 不好意思 林小姐说了 除非你是被五花大网跪在门前 否则的话他不会见你 我们是来找林婉秋解决事情 他如果逼而不见 那我想之后的后果不是他能承受得了的 你在跟我开玩笑吗 你现在立马跪下 我就进去通报林小姐 你一个保镖 你装什么装 我是保镖 但也是林小姐的保镖 你们要见林小姐都得跪着 两个废物还不跪下 不会就赶紧滚 我没心思跟你们在这里啰嗦 找死 你们好大的胆子 来见我居然不跪 还敢踹我的门 林小姐 愿加一姐不一姐 请对我们乔氏集团高抬贵手 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 来求取您的原谅 我不是说了吗 你跪个三天三夜 我就给你们一个机会 行了 秋梦 你不必跟这种人渣废话 你就算跪个三天 他都不一定会愿意松脑 哈哈 你说对了 我不把你们乔氏集团整得死乔乔 我就绝对不会罢手 我还要你一家老小都不得安宁 你现在跪下 给我磕头 我可以考虑松口 还有你这个废物丈夫 你必须当着我的面 把他的右手敲断 如果你做不到 那就一切免他 林婉秋 我现在给你机会 你不要不知死活 立刻到网上发布文章 对乔氏集团进行正宗道歉 然后跟乔氏集团把合同免费签了 哈哈 我倒要看看是谁不知死活 怎么还想跟我动夫吗 看来你是不准备为自己的所作所为道歉了 我这么高贵的人 向你们两个贱痞子低头道歉 华天下之打击 真是可笑 我的条件已经开出来了 怎么选择是你们的问题 就算你们现在不低头 在乔氏集团破产之后 你们也一样要跪在我的面前 小妮秋 我现在就在林婉秋的别墅镇 她带着十几个你们黑龙商会的打手 准备给我上一课 你要不要来观摩观摩 什么 我看她就是在装逼 赵会长最疼爱的女人就是林小姐了 就算她真的能打给赵会长 也只不过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发了 让她戒着装就是了 十分钟之内 赵会长要是没被她给叫过来 你们就直接打断她的四肢 我亲自打电话请赵会长过来看看她这个废物 你女人说给你十分钟的时间 你不过来 她就打断我的四肢 好当家的 你冷静冷静 坐着喝杯茶抽根烟 我立马救过来 十分钟了呢 赵会长还没到呀 给我打 狠狠地打 把她的手脚都给我废了 都给我助手 赵先生 您可算是来了呢 不然的话我都要被这个女人的男人欺负死了 她在别的领域上斗不过我 所以就带了自己的男人来 想要对我动粗 宁可的为我做主啊 小霓秋 你说 这事是我亲自出手解决呢 还是你自己给我处理妥善 大胆 居然敢在赵会长面前口出狂言 今天我非要废了你 让你知道什么叫尊卑有别 口不择言的废物 居然敢这么跟赵会长说话 你现在已经可以回家 去为全家人选目的了 林满秋 谁给你的狗胆 这么跟二当家说话的 二当家的 真是不好意思 这女人傻逼不懂事 居然得罪了你 惹得您亲自上门来解决问题 都是我的不对 行了 我的条件之前都已经说了 让他照做就是 二当家的给了你条件 你居然敢不答应 还拿你姿态 活你了是吗 二当家让你怎么做 你就给我怎么做 否则的话 别怪我不讲情面 凶猛 对不起 一切都是我的不对 我现在给你跪下了 给你诚恳道歉 求求你原谅我吧 我回头就立马发文 给乔氏集团道歉 无偿给乔氏集团做大言 乔氏集团的一切损失 也都由我来承担 早知今日 何必当初 一起来吧 我原谅你 二当家的 您看 他都道歉了 而且您夫人这不也原谅他了吗 那就这样了 我们走 乔清宇 你凭什么宣布解除我的总裁职务 这是我的意思 自从你上任以来 集团不仅没有收益 还不断亏损 惹上康家的人 险些给整个乔家 带来灭顶之灾 又得罪林小姐 导致公司名誉受刺 爷爷 我已经和林小姐达成和解了 她表示 会给我们乔氏集团道歉 补偿损失 甚至无偿与我们 进行合作签约 呵呵呵 乔丘梦 你开什么玩笑 林小姐已经说明了 你和你这个废物老公 必须要到她的门前 去跪个三天三夜 这连三个小时都不到 你就解决事情了 我们进行合作签约 这件事我已经决定了 不容在意 老爷子可别乱下决定 林小姐那边可只认邱梦 你把她解职了 林小姐不认账了 那公司才损失大 你就是记等钱吧 当年乔家成了你父亲的情 这才把邱梦许亏计你 你不要不知好歹 否则的话 我会将你扫地出门 老爷子 林婉秋已经答应了赔偿损失 而且进行道歉 无偿签约 这是送上门来的钱 你要是现在把邱梦给免值了 我可以保证 这笔前乔氏集团一分钱也拿不到 林婉秋也不会再与乔氏集团进行签约了 这样吧 我听闻像是集团在新世纪的DP开发上 下了很大的力 而且会腾出一些项目来进行外包 只要邱梦能拿下一两个项目 就还是不取消你的总裁之位 爱崔更 你是乖乖把相识的两个项目合同给我 还是我把你打残了再给我 别以为你恐吓我我就叛逆 除非你把你的女人给我 小乔乔我是真的喜欢你 你我都心知肚明 我们是不可能的 我是有老公的 他连多一个疼你爱你的人都不接受 这么自私的男人还有什么资格做你老公 哇 阁下何不成风起 扶摇直上九万里 你别给脸不要脸 小别三 怎么跟老子说话呢 你觉得你们乔氏集团 配跟我们相识集团合作吗 要不是看你老婆长得有那么三两分姿色 你当老子愿意见你 傻逼 你是不是看到雌性就脑子不灵光了 要不要给你去养猪场里找头母猪 陪你动一动 乔丘梦看着眼前男人每次有事 都会拦在自己的前面 心中百感焦急 他对我很好 但可惜没有什么本事 而且冲动易怒 不是良配 乔总 你丈夫是说话不过脑子的蠢驴吗 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让他把自己的嘴巴抽乱给我道歉 然后你乖乖跟我回去 小王八蛋 你赶紧放开老子 我告诉你 今天你们部门老大商君 也在这家饭店里吃饭 你要是赶上了老子 老子立马打电话 把他叫过来收拾你个狗东西 你等着 我这就把你们部门的老大叫过来 商部长 你立刻过来一下 你们部门的副部长 竟然在这打我 商君是你们部门的老大 我听说这个人 曾经是特种部队的战士 本事很了得 本事稀松平常的家伙而已 没什么大不了 我一定会让你拿到合同 崔部长只是跟你开个玩笑 你就把他打成这样了吗 商部长 你妈死了 你说什么 我开个玩笑 你别介意 你妈死了 商部长 你看到了吧 他是什么态度 简直就是流氓 我们像是集团里 怎么能有这样的人渣 你还不赶紧管教管教他 我问你最后一次 你要不要道歉 又不要给我一个交代 傻逼 爱崔顿部长 现在轮到咱们来谈了 你是要跟我继续开玩笑吗 还是 齐副部长 我觉得乔氏集团的资质太符合咱们的项目不过了 我已经把字签了 乔氏集团回头就能拿到项目跟我们进行合作 您看怎么样 你早点这么失去 不好吗 齐副部长教训的对 以后只要是乔氏集团的是我一律开律灯 乔老爷子 你家孙女婿齐等贤很好吗 带着乔氏集团来跟我要项目 逼着我情和同不说 还直接打了我一顿 你们要是不让心急的把乔氏集团带来给我赔罪 你们乔氏集团就等着颇产好了 爷爷 我已经拿到像是集团的项目了 你这个废物 我让你去搞定项目 你就带着齐等贤直接去威胁人家政部长 还把政部长给打了 立刻带着齐等贤这个废物一会儿去找政部长道歉 不惜代价也要取得他的谅解 否则你就从家族当中出名 老爷子 艾崔更欺负邱梦被我打 你向着艾崔更说话是什么意思 等贤 你做事怎么能这么冲动 居然对像是集团的商务 虎部长动手 你还嫌害我们家害得不够惨吗 你真不是个好东西 专门祸害我们来了 爸妈 你们别骂他 今天是艾崔更做得太过分了 齐等贤是为我出头才这么做的 你们不用担心 我会解决这件事的 艾崔更做不了多久不找 项目我也会帮邱梦拿到手 你们再加短我的消息 艾部长真是好手段了 转头就去威胁乔氏集团 你就是齐等贤 就是你这个废物打了我们的老大 你真是好大的狗胆 齐夫部长 你准备让我怎么原谅你呢 不 应该是你准备用什么样的理由 让我放过你 放过我 若不是怕影响公司的名誉 早就让你金橘子了 你现在过来不知悔改 居然还用这样的口气跟我说话 可惜我手里没有刀 不然的话我真想看看你被砍个十八刀 会是什么样子 傻逼 在这里装神弄鬼 想糊弄谁呢 向总就在隔壁看网商部长 你动催部长一个试试 看向总会不会收拾你 我这个人 挺讨厌你们这些当面一套 背后一套的家伙 王八丹 我不会放过你的 我一定不会放过你 你看看你 要是老老实实把合同一签 大家一起还比不好吗 非得跟我玩笑里藏刀 此时有人大喊一声向总来了 向总来为我主持公刀了 你他妈的狂啊 现在给老子归下 东晴 你要为我做主啊 我们相识集团 何时轮到一个歪人这么嚣张了 解气了吗 差不多了 解气就好 东晴 你你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借助职权调戏人家的老婆 想完全规则被人打了 难道不应该吗 爱催更 我仍你很久了 是你自己将把柄送到我手上的 这就不怪我动刀了 极客气 爱催更免除项目部部长职务 由安全部副部长齐等闲赞呆 向东晴你太过分了 咱们怎么说都是亲人 你如此相着一个歪人 你这些年来吃里巴外的事情做得少了吗 要不要我拿出证据来 甚至把你送上法庭 再多说半句废话 我让你下半辈子在监牢里度过 现在你是项目部的负责人了 随便放几个项目给乔氏集团 不会遇到什么阻碍了 这还真是给一大把 再给一天早 向总的御下手段真是高明 处理完这件事后 二当家和李云婉来到饭店吃饭 却没想到遇到王虎 这个狗男女听见没有 赶紧给我滚出去 包间归我了 等会我们虎门集团 王总可要请向总在这吃饭的 你这小娃 长得不错 说话咋那么难听呢 再说这是我预定的包间 为什么要让 我劝你还是识去脸好 我们虎门集团想要这个包间 那是你的荣幸 这些饭菜也直接扔掉好了 免得浪费时间 你聋了吗 还是听不懂人话 想要包间就让王虎亲自过来对我三跪九扣 说不定我会考虑一下 好大的口气 你不想让那可以啊 看看你自己有几斤几两 会不够我们收拾的 说完这话之后 徐小玉走到桌前连续几声 呸将口水涂进了菜 你很喜欢在这吃饭是吗 你现在立马把这些都吃了 然后立马滚蛋 我可以原谅你的五知 你知不知道 老子最讨厌的就是别人遭见粮食 而此时这群老六 像是听了什么大笑话一样 纷纷大笑起来 然后走到桌前 纷纷张口 一泡泡口水吐到菜里 此时气氛达到了剑拔弩张之势 突然七等贤像闪电一样 猛然擒住了徐小玉的脖子 直接给他按倒在了桌面上 无端摩擦着沾有口水的菜 五门集团众人都目瞪口袋 也没想到七等贤居然这么棒 你 你你 居然敢这么对我 我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今天你们必须要把这桌菜 给我一口无剩的吃干净 否则的话 没有一个人能走出这个包间 七等贤的话 让虎门集团的人怒我冲天 兄弟们一起让弄死他 我这么认真的和你们说 你们却以为我在装逼 把这桌菜全部吃完 我就当没事发生过 就在此时 王虎和向东晴走了进来 东晴 你手底下的员工 打了我们虎门集团的人 你是不是应该给我一个交代 现在是下班时间 这属于他的私人恩怨 我不干涉 你想私了还是公了 什么叫私了 什么叫公了 私了就是赔偿 这里一个人你赔偿一百万 总共九百万 此事作罢 公了 那就是我们报官 由官方来处理这件事 对伤者的伤情做鉴定之后 提起诉讼 让你坐牢 私了好了 你们每个人赔我一百万 这桌菜不用吃了 此事就此作罢 这小子是不是有病啊 听不懂王总说的话 反而要从我们这里 额走一百万 妈的太嚣张了 王总千万不能放过他 咱们直接报官走私法程序 虎门集团的人都怒火了起 觉得其等刑为人太过嚣张 既然你这么张狂 那就走私法程序好了 我想看看你这么能打 打不打得过探员们的枪 赵总警 天元饭店 麻烦带队过来一下 这里有人行凶 对我们虎门集团的人动手 我在此恳请你带队缉拿凶徒 好大的胆子 居然敢打虎门集团的人 我这就带队过来 就是你打了虎门集团的人 来人 把他们带走 赵总警 我也是警务系统里的人 虽然不是一个单位 但对这些流程多少也是了解的 你不是应该听听我们这一边的说辞 然后再下判断吗 或者说是把两方都带走一块进行调查 你算什么东西 打了我的人 哪怕你占着天大的道理 都是不对 你敢还手 那就是犯法 我怎么做事 难道还用你来教 赶紧双手抱头跪下 随我们回去接受调查 你们来抢我的包间 咄咄逼人 还往我菜里吐口水 现在又叫来总警抓我 还讲不讲道理 讲不讲王法 王法 我就是中海市的王法 既然你这个总警不主持公道不讲道理 那也就只有我自己来 二当家冷淡地对着徐小玉说道 浪费粮食是不好的 然后拿起一盘菜 滚你 这个神经病 话音刚落 二当家将手里的菜 直接盖在了徐小玉的脸上 弄得他狼狈不堪 一屁股坐倒在了地上 你好大的胆子 请你立刻双手抱头跪下 否则的话我将视为拒捕 并且挑衅警危 有权将你就地击毙 此事门外传来一道熟悉的声音 这么巧 大家伙都在呢 齐大师 在这闹什么呢 黄公子 你怎么来了 有人在遭捡粮食 我再叫他们不要浪费粮食的道理 这可是好事啊 黄公子 此人是犯罪嫌疑人 在此包间动手殴打虎门集团的员工 而且刚刚还当着我的面动手 嗨 赵总警说笑不是 齐大师刚刚都说明白了 他是在给人讲要珍惜粮食的道理 怎么试打人呢 黄公子 我脸上的这些东西就是他弄的 你不能这么偏袒他 还有没有王法 在中海 赵总警不就是王法吗 赵总警 你说这事儿还有没有王法了 黄公子 封建时代早就过去了 还存在什么王法 王总 你的人浪费粮食这很不应该 而且往人家的菜里涂口水有些违背道德 这事情是你们先挑起来的 应当由你们自己协商解决 若是协商不妥 再由我们出面进行处理 赵总警刚刚不是说自己就是中海的王法 要治我的罪吗 怎么现在逮口了 开个玩笑而已 封建时代早就过去了 哪里还存在王法 没什么事的话 我就先走了 说完 赵二狗带着手下灰溜溜离开了 今天你们要是不把这些东西给吃完 然后一个人赔偿我一百万的损失费 这件事就不能玩 姓齐的 你很好 我记住你了 王虎说完也怒气冲冲地离开 怎么 齐大师的话你们没有听到 我吃 我吃就是了 我妹妹就要举办生日晚宴了 我爸为了帮她办得隆重一点 还特意从家族里借了一艘邮轮来 到时候齐大师你可要赏脸啊 没问题我已经答应过皇室手了 齐大师要不要跟我们去对面街道的水慧 放松放松 是我们中海最大最有特点的水慧之一 还是算了 我已经结婚了 不能对不起乔丘梦 那还真是可惜了 我听说水慧老板 刚从高沟里和杰彭国招来了几个新的技师 据说都是极品 既然黄公子盛情相邀了 我还是顺便 外国人来华国发展不容易 我略通按摩推打手法 去感受一下也好 你不准去 你就不怕对不起孟梦 孟梦是谁 不行 你不准去 你要是敢去别怪我把这件事告诉孟梦 到时候 看你还有什么脸去见他 老黄 刚刚我开玩笑的 你们自己去玩吧 果然女人只会影响我拔刀的速度 男人果然都是一个模样 表面正直 内里一肚子龌龊 行了 不去就不去吧 时间不早了 我得回去了 你也自己回家吧 不行 我得监督好你 免得我走了之后 你偷偷跑到水汧去找他们 我说你不会是故意想在这里留宿 所以找这些借口吧 呸 你配吗 那随便你吧 你最近帮孟梦处理了这么多事 他对你的看法有所改观了吗 应该没有 不过倒是对我和颜悦色了不少 你有什么想法吗 顺其自然了 难道我一直死去白来讨好他 看来我得加快我的简陋进程了 不然等到乔丘梦发现这家伙的不俗之处 自己多半就没机会了 齐四 你今天把虎门集团得罪惨了 我们木子集团可能会被报复 你不会置之不顾吧 这样好了 我把我收购的杀恶地皮分一部分给你们公司 持有这些地皮你们公司的价值将会大幅上升 到时候虎门集团想要动你们也就更不容易 杀人奥 齐等贤 你他妈的在逗我吗 省里已经决定开发一片重点商业特区 这个商业特区就放在杀人奥 真的吗 那你可不能给太高价格哦 感谢各位捧场 今晚是为小女儿准备的 这是黄情歌 初见他时还是营养不良的样子 齐大师 你的礼物呢 没准备 跟你开个玩笑而已 我很清楚齐大师是那种随性洒脱的人 明显就是穷酸 拿不出像样的礼物来 跟这样的人走在一块儿 我都觉得有些丢脸 秦哥 生日快乐 哇 李绍送的巨型蛋糕真是太浪漫了 如果谁愿意为我这么用心 我当场就嫁给他 秦哥 能与我共舞吗 李绍 今天我身体不是很舒服 先算了吧 要不要跳一只 我多少会点 独臂了 我不会 那你把齐瑟尔借给我好了 我想找齐瑟一块儿跳舞 齐先生 能不能赏脸陪我跳个舞 我想乔总应该不会介意的吧 齐等贤 既然黄小姐成邀你了 那你就陪他跳舞吧 你得到圣旨了 现在可以跟我跳舞了吗 那就 眼前这个老六 把黄瓜当飞 大妆特妆 何大算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想搞事情吗 你别以为你骑个黄瓜 我们就怕你 这人应当是香山市何家的人 我听说何家与皇家结怨已久 当初是何家不走正道 皇家老大就女之决裂 将他们直接赶走 没想到何家到了香山之后 反倒发家致富成为了一方豪强 当初我们何家被皇家赶出东海省 黄老大送了我们何家一口棺材 今日我特意来把这口棺材还给皇家 当初何家不走正道 被我感觉是理所应当 大哥 跟他们多说什么 直接让人把他们赶走 黄家这是准备仗势欺人 你多欺少吗 那也可以试试 黄先生 在下香山龙门分舵少舵主陈雄飞 各随何先生前来送礼 万请笑纳 既然你是香山龙门分舵的少舵主 那就请华夏报来吧 黄先生 我是来帮何家送礼的人 黄家如果执意不肯收礼 那就请找个人出来把我击败 若是能够击败我 这口棺材我们带回香山 若是无人能够做到 那就只有请黄家笑纳了 哼 既然你想撕我就不拦着了 这是我花了一点点钱请来的鱼供奉 就由他来打趴你 哈哈 就这个小趴菜不足为惧 好大的口气 看我把你牙都打掉 鱼供奉不是他的对手 三招之内就会下败下阵了 黄口如此 你又岂能知道鱼供奉的厉害 给我在一旁乖乖看着 习大师 你还是先进观其变的好 不要乱说话了 看来这礼物 黄家是必须要收下的 黄先生你觉得难道 黄大先生 我们李家愿为黄家诚执恶徒 好 既然如此 那就有劳李家权的高手 出马帮我们黄家一巴了 我们李家的人 可不是那些只会在嘴巴上占便宜的废物 少背话 要打就上 这个李家权是有一战之力 不过也不是对手 这个少舵主的一身功夫已经如果成青 虽然年纪不大 但显然是个内加高手 可以说是武学天台 哈哈 你果然有些眼力 我看你骨骼惊奇 要不要考虑跪下来拜我为师 我可以收你为香山龙门的门徒 说不定以后能够飞黄腾达的 你不配 你看我说对了吧 我的眼光 一向很少有失误的 你有本事 那你去试试啊 有热闹看 我干嘛要去 你根本就不是人家的对手 只会张着嘴巴大方厥词而已 他很逝去 知道光放嘴炮不会挨打 但是不知死活的话 那就会挨打了 我想看看现场还有谁不知死活的 皇家如果没人了的话 那就赶紧把这口棺材给收下吧 我还要赶时间回香山去呢 齐等贤 你能不能帮我们皇家一次 把这个家伙打趴下 不能 我看热闹的 而且你大伯也不相信我 今天是我的生日 有人送棺材太会气了 你帮我推掉这礼物 就当是送我的生日礼物了 好吧 小姑娘过生日 上门送棺材 的确是有些过分的 我们监狱里 都没有这么装逼的家伙了 喂 冷静冷静 于供奉和李三叔都输了 你上去找死啊 你不准去 我想做的事情 还没人拦得住 你要害得他受伤 或者被打死了 我跟你拼命 这句话 不是应该由我来说的吗 云婉难道不是开玩笑 故意搞暧昧耍他 而是来真的吗 放心 他不会有事的 无论成败与否 他都是我们皇家的朋友 看来中海还真是没什么高手 我给你一个弃暗投名的机会 我可以考虑手下留情 少必必 看我怎么打到你妈都不认 今天我输了 下次有机会再找你讨教 七先生 这次还真是要感谢你了 以后你就是我们皇家的朋友 有什么事 可以找我们皇家摆平 谢谢了 我可不想收那样的生日礼物 何家的人太过分了 你有没有受伤啊 你这么关心我 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我老婆呢 臭十三 下次不管你了 开玩笑的 别生气 坐我车 我送你回去 地址是哪里 哎呀 如果乔举梦改变心意了 那我肯定是逃不到先机了 云顶山庄 云顶天宫 乔举梦听到之后很是惊讶 毕竟能助云顶天宫的人都是大人物 不过这次他没有质疑 默默把车领抬起飞 云顶山庄而去 李小姐 这是齐等贤的钱包 刚刚他跟陈雄飞动手的时候 落甲板上了 谢谢皇上 不客气 要我派人送一下李小姐吗 不必了 这不是云顶天宫的门卡吗 看来冥冥之中自有天意 你到这里来干什么 我回家呀 关你什么事 你以后能不能别老来我家门口烦我 说完二当家就伸手往多里逃了逃 确实不由一愣 我钱包好像落在邮轮上 门卡放在钱包里 我就知道你会用这种跛脚的说辞来应付 莫不是你是带着乔小姐来这装逼的吧 你爱信不信 你立马给我离开这里 说完玉小龙一脸傲娇地离开了 齐等贤 原来你真的只是在装逼 亏我还跟你过来 你如果不信你就走 不要在这逼顶 说完乔丘梦也气愤地离开我 就在这时李云婉电话打了过来 齐瑟 你是不是进不去房门了 你的房卡的在我这呢 我就在云顶天宫 你赶紧过来 齐瑟 梦梦回去了吗 好了 谢谢了 你回去吧 在这月黑风高的夜晚 两个人一起不是更快乐吗 那就依你 一起一加一等一三 我看过去梦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